哈喽大家好欢迎回到比特币阿力的频道那咱们今天呢来聊一下三个分别内容 第一个呢就是回顾一下比特币过去几天的一个走势 然后呢咱们也回顾一下咱们前面讲到的这些比如说什么时候告诉你熊来了 什么时候告诉你牛回了 那很多朋友在嘲笑我啊 就是我看到很多后台的留言在嘲笑我啊 怎么怎么样啊 所以是我是一个韭菜 那么咱们也是这个印证一下那到底谁才是这个韭菜啊 然后呢咱们这个来分析一下那目前这个行情啊 它到底为什么目前会出现莫名其妙的这种拉盘 然后呢第三点呢就是来看一下这个目前的行情 那如果说你已经错过了那后面还适不适合这个追高呢 这是咱们今天主要来聊的三个话题啊 那第一说那在本期视频开始之前呢 再做一个免责声明呢 本期视频纯属个人观点分享不构成任何的投资建议啊 那如果说你对建并货币不是很了解 请千万不要轻易的投资 那如果说你想快速的学习加密货币并开始赚钱的话 可以考虑加入我这个会员群啊 会员群的加入链接 在视频下方的描述区啊 有一个电报Telegram的一个群进群之后 找到群主我本人 OK好那咱们开始今天的这个行情的一个回顾啊 那首先咱们来看一下 还是要回顾一下 那什么时候咱们说这个暴跌啊 牛一走这是8月5号的时候啊 8月5号暴跌的时候 我告诉你牛一走了 那个时候呢 呃反弹的时候啊 比如说我们带着会员群呢 就是在62000以上 就把山寨币和这个比特币呢 都卖了一部分 那卖了一部分之后呢 我们就等待更好的一个抄底的一个时机 那接下来的这个行情呢 那我们就一直在等 那直到等到这个大概是6天前啊 那因为我这个视频发的是4天前 但是我们是提前了一天啊 提前了一天 那我们进我的比特币进场的时候的价格呢 是60300啊 60300 那目前的呃 一个比特币已经赚了4 4000多块钱了啊 那与此同时咱们上一次啊 4天前的这个视频也告诉大家了 买一些什么东西呢 买这个link啊 那当时我们进场的时候的link的价格是10块 呃10块4毛多啊 应该是在这个位置进场4块4毛多 那目前的是11块4毛多 涨了1块钱 那当时告诉大家以太坊啊 以太坊也要买啊 呃 因为很多人看看空以太坊 甚至开始发的以太坊 说以太坊已经变成了垃圾了 但是呢 我当时呢 是告诉大家以太坊依然有行情 那我们我们以太坊进场的是 呃 这个价格呢 应该是在2300左右啊 我记得非常清楚 2300左右 都是在9月19号这一天我们进场的啊 然后另外一个跟大家推荐的就是Polygon POL Polygon 当时我们我进场的 时候呢 是这个0.38左右啊 0.38左右 那现在呢 也是涨了一部分啊 他涨的这个不如前面的几个好 那好 那咱们这个行情回过来之后啊 其实呃 我觉得呢 我这个目前对这个市场行情的把控的还是比较准的 那其实这个把控这个行情啊 我多次在视频里面告诉大家了一些怎么去看这个行情啊 怎么去看这个行情呢 在也就是咱们等一下去讲的 所以说那我去告诉大家 我去告诉你这个行情来了啊 那你就要呃去考虑考虑 那然后呢你最好呢去学会这种方法啊 这个受人与余啊 不如受人与余 那么你只是在听别人说牛回了 然后总会是这个慢一拍的 所以说我希望所有的朋友都能够学会一种方法啊 那接下来就是咱们在分析比特币的 正好呢 今天是收了一个周线啊 咱们也是借着这个机会呢 跟大家来分析一下目前的这个行情的走势 OK好 大家看到的目前的是这个日线图啊 日线图呢 那非常明显的一个多头的一个走势 呃 多头的一个走势 但是咱们看这个阶段性行情啊 要要看一个什么呢 要看周线啊 那多次跟大家讲到 这两个指标啊 一个是RSI 一个是Snotch RSI 很多朋友问这个Snotch RSI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它是一个随机的一个RSI 它的这个计算公式呢 大家可以去Google一下啊 那么我认为这两个指标呢 放在一起看呢 会比较的准啊 比较准啊 这个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这根红线啊 但之前我说跟大家画的这根红线啊 那么我们看到这个 呃 RSI呢 它往下跌呢 并没有跌穿这根红线 反而呢是回头往上上涨了 那么 目前来看啊 这个Snotch RSI 已经形成了一个多头的一个形态啊 已经接近了中轴 那么咱们如果说看两周的话 这两周的这个指标呢 也是非常非常的关键的一个指标啊 那两周的话 大家应该能看得很清楚啊 在这个地方 它已经形成了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金差 但是呢 如果说它走到这个 这个20以内啊 往上上走的话 那么这个行情呢 会持续的更久一点啊 那么这是目前啊 咱们这个通过这两个指标来分析 这个比特币将会有一个阶段性的一个拉盘 那到底目前它到底是一个反弹呢 还是一个扭转的形式 到底是这个什么呢 咱们上次视频说到了是什么呢 是一个反弹对吧 但是呢 如果说你看这个两周图的话 那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牛旗的一个形态 那目前呢 还是咱们延续上一次视频的一个观点啊 那什么时候啊 什么时候能够 哎 击穿这个上一次的这个高点啊 738 那击穿之后 再往上啊 这个咱们还是上一次咱们讲到了啊 那如果说一口气上去之后 那再回踩 那这是一个很好的这个一个形态 那你 如果说你是右侧的交易的这个选手的话 那我建议呢 是在这个破新高之后 在这个地方去去交易 但是呢 我目前的这个打法呢 是偏偏向于这个左侧了 那偏向于左侧的话呢 咱们就要看这个小级别的形态啊 这个一小时这个级别的一个形态 那目前来看呢 呃 七万啊 六万五的这个这个地方呢 还没有击破啊 还没有这个穿透他 我们看一下啊 那目前是六万五千一百 六万五千一百的上一次的这个高点啊 那什么时候 哎 这个其实啊 小级别的话 如果说你要是这样看的话 那么 在六万五这个地方 右侧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进场的一个时机 那么还有一个进场的一个时机呢 就是呃 咱们这个地方也告诉大家一下 那就是 往上啊 没有没有穿过去 然后回踩到 回踩到这个地方啊 回到这个地方 大概是六万三千五的这个地方 呃 因为这都是猜测啊 那没有人能够精准的预测后市 那目前我的这个打法呢 偏左侧 就是偏 呃风险 偏风险了 那么如果说你是右侧交易的选手的话 那你可以等待 穿破六万五站稳之后 再去进场 那两个时间节点啊 那如果说你是偏左侧的话 可以在这个地方 这是一个上升的一个虚实件 那么在六万三千五附近 那如果说还能到的话啊 那你在这个地方进场也是一个好的一个时机 呃 那如果说你是偏右侧的话 在六万五啊 在六万五击穿之后啊 击穿之后 他再继续回踩 那么那也是一个你的合适的一个进场的一个时机啊 那大概是这样子 那这一轮如果说呃 站上去七万三千八之后 那可能就是要看十万了 那这个 如果说这么说的话 那很多人又会笑了啊 说你这个大韭菜啊 你这个大傻叉 呃 不管怎么样啊 那我们是这一阶段呢 就是最近的这一个礼拜是赚到了钱了 这才是最真正的事情啊 那别人怎么评论 别人怎么说啊 那根本我根本就不在乎啊 那大家那个希望呃 活到这个岁数上了 那这个根本就 I don't care I don't give a shit 就是about what you're saying 对吧 那就是目前呢 就是我们赚到钱才是王道啊 好那接下来咱们再讲一讲 这个为什么目前这个会突然出现一副行情啊 那这我觉得这个多多少少呢 还是跟呃 在新加坡在9月十几号的时候 16号到19号这三天的这个 Token 2049啊 那我是密切的关注了很多的博主啊 那包括这个大家喜欢的这个尼大 那他也是最近在发了一些小作文 那么我除了观察他的这个小作文之外 我还观察了很多的参加这个Token 2049的这些博主啊 他们写的现场发来的一些报道 那么通过呃 现场发来的这些报道呢 我们可以推测出来 那目前啊 项目方交易所啊 然后借贷方也好 或者是这个做事商也好 包括KOL 包括韭菜 所有的这个生态里面 所有的节点 所有的这个步骤啊 都不赚钱都很难过 尤其这一次是Token 2049 那么参加这个20 Token 2049的人呢 大部分的是交易所啊 项目方以及KOL 呃 或者是有一些这个做事商吧 那么这就几乎就没有韭菜嘛 然后呢 大家的整个的形态呢 就是没有热点出来 那我也是写了推文的 没有热点出来 然后呢 大家的整个的形态呢 整个的状态呢 就是不对了啊 那么如果说你去观察一下 呃 大家写的这些文章 那从字里行间里面 你就可以理解的出来 一个信息 那就是如果说再不拉盘 如果说继续熊下去 跌下去的话 那么整个生态就被破坏掉了 那么如果说整个生态破坏掉了的话 那么再想把这个信心给树立起来 再想让韭菜慢慢的培养起来 那需要更长的一个周期 那我相信这些呃 我不管这个咱们怎么说 这个庄家也好 或者是主力资金也好 那么他们最不想看到的 就是这么一个结局 所以说目前呢 他们是迫不得已啊 那急切的要拉一个盘 呃 可能这次拉盘呢 要让很多人惊讶掉下巴 那可能这一次的这个 真的是要创一个新高啊 这是我的一厢求愿的想法也好 或者是我的一个美好的一个梦想也好吧 那我希望是创这个新高到8万 甚至到10万以上啊 但是呢 后面怎么走 还要看这个后面的具体的形态 具体的一个分析 那希望大家呢 多多关注咱们这个频道啊 那此时此刻你看到的这个利哥 比特币阿利这个频道呢 跟你一年前两年前 甚至三年前看到的那个阿利 你完全不一样了 那么阿利这个频道呢 也是经历了多次的蜕变 那咱们最开始从讲狗狗币到后面 就是讲比特币啊 focus on这个比特币上面啊 那也是经历了层层的蜕变 层层的这个成熟啊 那我觉得这个你一直跟着我这个频道看的 很多朋友都会都会明显的能感觉到啊 那好 那咱们废话不多说这个 然后再接着说一下这个啊 其实我咱们这个第三点就是不追高啊 其实我觉得刚刚在这个第一部分已经跟大家唠唠唠唠 已经讲出来了 就是等待啊 目前的这个操作的这个模式呢 就是不追高 咱们要等待一个合适的一个抄底的一个机会啊 那目前你看这个 如果说你看这个更小级别的这个看的话 那如果说你刚才在追高的话 那可能这个地方就很难受了 因为他肯定是要回调的 那每一次这种集中力量往上拉盘的时候 他都不会说这个一口气持续上去啊 因为尤其是目前这个状态啊 那这个拉盘的这个庄家呢 还要去测试整个市场的这个情绪 那如果说得到了大部分人的认可之后 那么就会一口气直接往上冲了 那希望呢 咱们能看到在这个去年啊 我们看一下啊 在去年几月份的时候 十月份啊 从这个地方 能希望能看到这个二月份啊 二月份到三月份的这一次拉盘 以及十月份 呃 十月份在这一块 十月份到这个 十一月份的这一次的拉盘 那希望能看到这种情况 然后打破整个的币圈的这种沉闷的氛围啊 那我希望啊 这个愿望能够实现 好 那感谢大家的收看 那如果说你觉得本次视频对你的投资和思考有所帮助的话 请一定不要吝啬点赞 咱们这个视频啊 那订阅咱们这个频道啊 那我会啊 持续不断的更新咱们这个频道的视频 那给大家带来最及时的这种行情的分析 OK好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 我们下期 наконец-